有肉 買回家的食材如果保存錯誤 可是會引起細菌感染 導致腦膜炎 白血症 而蔬果上殘餘的農藥 也會引起肝腎危機 到底該怎麼保存比較恰當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趕緊跟著郭欣一起來接受考驗吧 我們準備了這個有絞肉 有蚌殼 然後有高麗菜 好 你可以開始了 好的 我現在剛回到家嘛 我帶來這些食材 對 我首先呢 像這個絞肉 因為是我剛買回來的嘛 我會分 就是今天要吃的部分 先把它拿出來 會分喔 對 先把它拿出來 比方說我今天要吃的是 多少份量是不是 對 是這樣子一把的份量 對 比方說今天要吃的一把的份量 回來就會先分裝就對了 對 會先分裝 今天要吃的部分 然後把它封好 封好之後呢 這個冰箱喔 憲哥 我跟你介紹一下 是 你幹嘛跟我們憲哥 你要賣冰箱 你要賣冰箱是不是 對 你覺得憲哥他家沒冰箱對不對 左邊是冷凍庫 是 右邊是冷藏 右邊是冷藏 新的喔 對 以前是上下 是的 所以這是我今天要吃的部分 是 今天要吃的呢 我就先把它放在冷藏這邊 放好了 對 放好了之後呢 這個還沒有要吃的部分呢 是 先把它打個結 對 把空氣擠出來之後 是 放在冷凍的部分 就直接放進去 對 就這樣放著 那我剛剛還有買了這個菜嘛 對不對 高麗菜 菜這個時候要幹嘛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冰箱裡面 它有專門放蔬果的那個位置嘛 是 所以我通常買回來這個菜呢 我都會放在這個 蔬果的保鮮室裡面 對 然後就可以把冰箱關起來了 現在有的冰箱呢 是 還有蛤蜊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都知道 買回來要先吐沙嘛 對 所以我就會先把它倒出來吐沙 你也知道它要吐沙喔 我知道 對 難道它要吐舌頭嗎 它的確在吐的時候會吐舌頭 是 吐舌頭代表它還活著 所以你就不會把它放冰箱 會放常溫 對 我怕 對 我怕放在冰箱太冷了 那它如果吐完沙 是今天要吃的就煮了 那如果不是今天要吃的呢 一樣放在冷凍庫裡面 放冷凍耶 冷凍耶 我會習慣 因為感覺這邊可以擺比較 因為我一個人住嘛 有時候東西 沒有辦法很快的吃完 所以我會先擺在裡面 好 這個是郭欣的方法 那我們要請兩位專家 來幫我們舉個牌 看看它的保存方式 到底可以獲得幾分呢 來 兩位請舉牌 好爛喔 為什麼不給我零分 太低了 太低了 你如果自己一個人住 是 根本就不要用這麼大的冰箱 對啊 這當然是重點的小冰箱 小小就可以了 你真的要有冰箱的話 這麼大冰箱其實很費電 電用留給大家其他人去用 對不對 耗電 還有第二個 你剛剛不是把這個肉拿出來嗎 然後放到那個冷藏室裡面 對不對 今天要吃的 今天要吃的 對 今天要吃的 你怎麼可以拿一個塑膠袋來裝肉呢 要用什麼裝呢 塑膠袋裡面有很多 塑化劑碰到肉的油脂 是一定要流出來的 對啊 你還沒結婚嘛對不對 還沒 我現在更煩惱了 不是 將來你不要怪你的對象 如果說生不出來或生出來的 怪怪的 你不要怪 怪怪的 絕對不可以用塑膠袋裝肉去冰 你寧可去買一個不鏽鋼的便當盒 是 放在不鏽鋼的便當盒裡面 你再放到冷藏室 這樣就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 剛不是你拿了一個菜進去放嗎 對啊 它還特別放在素菜盒 還有一個保鮮室 對 我知道 你那高麗菜買也買錯了 高麗菜不要買那個切一半的 你應該買整顆的知道吧 買整顆的之後呢 你覺得很多嘛 你一個人住而已對不對 對 吃不完 吃不完改天 你看高麗菜很大一顆嘛 可以喝一杯 很大一顆 其實買回來 不見得要直接放冰箱 喔 你可以放在外面 你不會有一個 一整顆的嘛 你一個小碟子 小碟子上面放一點點水 高麗菜呢 你就把它放上去 倒放 倒放 對 我們把高麗菜那個給拿出來 很快就可以知道嘛 對不對 高麗菜 假設你這個是整顆的 不是這樣半顆的 然後這個 它的茎在這邊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這一個部分呢 貼在水面上 它這邊呢是一個盤子 那盤子上面有水 告訴你它可以 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是 這種情況它表示它還活著 它有新陳代謝 如果它上面沾有農藥的時候 這農藥還會 流出來就對了 對 它自己還會帶 因為這些蔬菜 它自己本身都有解農藥的機制 真的 然後你真的要吃 反正你一個人嘛 一個人一個人 對啊 你吃不了這麼多 你從外面的葉片 千八幾葉出來 看你要做什麼樣的食物 要煮 要幹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再把這個 再放回去它的碟子上 不要一回來 你就把它往冰箱裡面一放 你放到冰箱裡面 冰箱的溫度一下降 它的新陳代謝速率也下降了 然後甚至停止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 讓它的自行的新陳代謝 來幫你去除掉農藥 農藥就排不出來 對 這個沒有錯了吧 放這樣是OK的 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這個東西 最好還是不要放在冰箱 我相信你不會放在冰箱 到等一下你會放在冰箱嗎 等它吐完之後 會放在冰箱 這就錯了 這表示你也買得太多了 要買太多了 所有海鮮類的東西 盡可能你要吃多少買多少 如果是海鮮類的東西 我們中毒 食物中毒 最多的一種中毒 是大腸浮菌 這浮菌 海鮮裡面有很多這種浮菌 對 這種浮菌 從海產裡面來的這個浮菌 繁殖的速度特別快 最多就是海鮮 對 就是海鮮類的 然後呢 例子 我們國內因為食物中毒 最嚴重的一種菌 就是腸炎浮菌 就是來自海鮮的 那那個東西高溫有用嗎 那要很高溫 那蠻高溫的 那如果它環質很多了 量已經很大 有時候你高溫 一下子還沒有辦法完全把它殺掉 教授教授 請問一下那個塑膠袋 是只不能裝油脂的肉而已嗎 油脂的 魚可以嗎 或者是酸性很高的 魚也有 因為它不是肉是問題 主要是有脂肪的東西都有 可是問題是我們在外面買 不是很多分裝袋嗎 它就是要來讓我們分裝這些東西 它都是塑膠袋 不是啊 你在菜市場買的時候 老闆本來就幫你裝在塑膠袋裡面 對 很正常 所以聰明的人應該一回來的時候 他有那種舉動 你一回來自己要馬上把它放到 這個剛剛我講的啦 玻璃的容器 或不鏽鋼的容器 所以我們不應該買分裝袋 不應該買分裝袋 是 這樣的話 你會降低很多 那裡面有毒物質 在食物裡面的濃度 因為已經在外面沾了嘛 回來你就讓它沾很久 那不是更糟糕嗎 教授那如果是那種真空包裝的 可以嗎 真空包裝呢 對 真空包要把它放很久 就放真空包裝的肉啊 或是海鮮的話可以放冷凍庫 對 它本來就賣給我們 就已經是冷凍的 這個也是一樣的 買真空包裝很大量的 都企圖說我買回來之後 我要吃很久 用很久的 這個都是不對的觀念 對 冷凍庫不是就是 讓我們囤食物的嗎 對 我們可以放半年耶 還太久了吧 你的魚跟肉可以放半年 有些魚是可以的喔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很多好的這個食物的這個酵素 幫助我們身體解毒的 幫助我們身體消化的 幫助我們身體新陳代謝的 很多這些重要的這個酵素 常常就是因為大家這樣一個動作 食物裡面那邊酵素全都完蛋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吃多少 買多少更不要腿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如果你是肉 肉好了 肉你如果一去冷凍了之後啊 冷凍了那細胞因為會冷縮熱脹 它會爆開 爆開了之後 細胞爆開了之後 細胞裡面很重要 酵素最多的地方叫 粒線體我們叫Mytocondrile Mytocondrile可以爆開 裡面酵素最多 結果這些酵素呢 本來是對我們有幫助的 對 給我們這樣一個動作 全部都消失了 我給他打1分不是沒有理由的 有理由 理由很中山的 教授還有給1分算很好了耶 我們就恭喜郭欣獲得 史上最低分3分 也謝謝教授 教授剛剛跟我們分享的這個保存方法 相信很多婆婆媽媽一定會覺得說 有點不可思議 甚至非常的顛覆 但是剛剛瑞俊說 冷凍庫你可以放到6個月 然後繼續吃 也是滿厲害的耶 因為我熱愛冷凍庫耶 我根本覺得就是冰箱應該 冷凍庫放大一點點 然後冷藏的地方小一點點 我真的幾乎很多東西買回來 就會往冷凍庫丟 我跟你講真的很多媽媽都這樣 像我媽甚至買一個專用的冷凍庫 就是只有冷凍櫃 然後什麼東西都往裡面放 肉啊 魚啊 全部都往裡面丟 你更不要講說 有時候我們去大賣場買那個肉類幹嘛 真的分量很大 那你又不可能說 每餐一直吃那個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 我現在才知道不可以用塑膠碳 因為我還特別去買那種夾鏈袋 就是為了要分裝 我回來還會先把魚都處理好 就是一袋一袋分裝 免得它黏在一起 然後你放很久你就會忘記啦 突然間想說去把它挖出來 挖出來你就想說 糟糕也記不清楚 大概是多久以前 200年前的 對 就是隱約有一個概念 好像可以放很久 那就聞聞它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 比如說先把它煮起來 然後煮起來以後呢 就自己先嘗一嘗 然後等個兩個小時 對 剛剛也沒反應 然後 就來吃了吧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要細舊 它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都記不得了 我記不得了 反正就冷凍庫很萬能 是 對 其實像瑞金這樣子 包括賴太太好好看這一集 憲哥 因為每一次都是因為這樣子吵架 但是一般 差不多北中南 所有的90%的爸爸媽媽 甚至哥哥姐姐妹妹 通通一樣都認為冰箱是萬能的 你只要把它放在冷凍庫 不動它 放一年兩年應該都不會換 那其實國內有做一個調查 北中南的冰箱把它調查出來以後 發現裡面 比馬桶更髒 真的 我也很不幸 這種又乾又硬的 真的 對 很難清耶 因為 本身它有一些分解的酵素 它可以分解油汙 這樣很乾淨 對